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新加坡当前的传统舞蹈环境和未来尽情反思 我觉得新加坡的历史很短 就是所谓的本土文化其实是无根之水 无缘之水 也不是在短短的几十年几百年就可以产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若是要正在把握完 我们就需要一首传统一首身上夕阳 身上传统的话就是继承我们祖宗的东西 然后身上夕阳是了解世界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必须保护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必须保护 这就是我的最终的项目 但最近,或者最多的时间 现在我们听听到年轻人 破坏了,破坏了 什么是破坏了 然后我认为我破坏了 从我开始历史上 我一直想在我的心里 谁是他们? 谁是他们做的? 为何他们想要它? 他们喜欢它 或是他们只会来因为他们觉得 它是娱乐? 我认为,舞台并不是娱乐 这次的六个艺术家 就是他有三位老师是传统的艺术 然后有三个比较年轻的 包括我在我们就是好像在传统上 做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们代表我们的年代 那我们那三位老师代表他们的年代的艺术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六位艺术工作所放在一起 我们会看到每一个五种的一个转变跟一个成长 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互相促进融合 似乎已成了当代推展文化艺术的趋势 策划这次的3D舞蹈展览 主办方也遇到了不少技术上的挑战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必须改变观众观看的模式 我们没有办法让观众在这个展里自由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想到让观众坐下来 感受一下这整个故事 第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稍微小的空间里面 诠释我们全息投影的一个技术 并且能够近距离的让观众看到表演者们的表情和表演 也想要以这个方式带观众去另外一个空间 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整场的表演 也感受六位导师对于新加坡的传统艺术的热忱与传承 不过对于用这样的现代科技手段 保护和传承并推广传统舞异 六位传统舞蹈家的看法不一 我认为这种方式是可以行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可以行的 但是不然多 因为怎样还是表演还是用身体的音乐 比较多吧 若是科技的东西太多的话 那你表现的东西可能人家就忽略了 你本身演员本身的表演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说我们用了技能去推广和展展 立即是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个人的方式 看法 我们不能做那样 我们需要艺术长成长成长 它是因为很多人的 但艺术并未来是一种品牌 我自己本身其实对科技抱很好奇 很想学的心态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科技 如果你用的太抽象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感动 可是我觉得好像在我的作品 或者是在这次的这个Rose这样的展 我觉得它让我感动 就是代表这个科技 有融合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一种情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像 如果我们把这个传统的东西 可以打破这个概念 然后把传统的一些新意放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的这个点 就会变成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